完美女人 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親愛的主持人 我是珊珊 大家又見面囉 大家一定看得出來 珊珊最近錄影真的很累喔 你看黑眼圈啊 整個眼睛看起來都很沒有精神 但是沒有關係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 珊珊這幾個禮拜呢 在網路上google到了 顏面整形專家朱醫生 今天帶大家來到呢 行天宮的4號出口 要一起來找朱醫生喔 大家跟著一起 完美女人 一起來變完美吧 我們走 歡迎光臨 珊珊妳好 你們好 我是網民女人主持人 我是珊珊 珊珊妳好 珊珊妳好 我這邊主持人喔 好的 謝謝 嗨 珊珊妳好 這邊請幫我填個資料 好方便我們之後給妳接受 好的 現場我名字寫好囉 好 珊珊妳面前 我在跟妳初步的諮詢 來 珊珊妳面前請喔 這是我們的個人諮詢室 因為我們很主張 個人的飲食圈 所以我們裡面請 珊珊妳現在有什麼困擾 哇 我的問號很多了 因為我最近呢 就覺得眼睛 黑眼圈很重 然後眼睛看起來都很累 然後還有其實我其實也沒有變瘦 但是大家就一直說我變瘦 好像是因為我臉凹的關係 對 所以我想要來諮詢這幾個部分 哇 那珊珊妳就是來對地方囉 那妳看一下照片 那妳的部分其實像在淚溝的地方比較凹陷 然後還有三根的地方 那妳可以填充一些像玻尿酸的東西 就如同這個照片 妳看像它的淚溝本身就是比較凹陷 然後三根比較塌陷 那妳就可以藉由玻尿酸的方式把妳的淚溝跟三根填不起來 就會比較立體更漂亮喔 如果我今天就做完治療的話 我可以直接上妝嗎 可以上妝的 珊珊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我再帶妳去給珠醫師深度諮詢一下喔 珠醫師我帶珊珊來諮詢囉 好 歡迎請進 珠醫師你好 我是完美女兒的主持人 我是珊珊 來 請坐 珠醫師你好 那我剛才在外面已經有諮詢師 幫我們諮詢過了 那我的問題呢 最嚴重的地方就是 我覺得我眼睛看起來很沒有精神 然後想要再請珠醫師 幫我做一個深度的諮詢 好 珊珊你好 好 其實妳長得很漂亮 但是妳剛有提到說 妳對覺得自己看起來長得比較疲憊 那我看到妳的臉其實最疲憊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黑眼圈 但是黑眼圈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妳有眼袋跟淚溝 好 那因為眼袋的問題 膨出造成淚溝產生一個陰影 所以看起來呢 就會覺得黑眼圈看起來比較累 那這也是時下現在很多年輕的 不管年輕女生或OL 甚至上班族呢 都很常遇到一個問題 那珠醫師我想請問一下 我眼睛的部分呢 要怎麼樣才可以調整得更完美 來 我們先分析一下妳眼睛的問題 事實上妳眼睛在下面妳看到一個凹溝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淚溝 淚溝就是凹陷的部分 淚溝上面呢 就比較蓬酥相對就是眼袋 眼袋就是眼睛內的脂肪 那傳統呢 如果有眼袋的話 大家有聽過抽眼袋 那所謂抽眼袋呢 它就是把脂肪拿掉 就是把蓬酥的地方拿掉之後 好像眼袋就會消失 但是呢 像針對妳這種年輕的人 事實上眼袋不是那麼明顯 主要還是這個凹下去的淚溝 所以我就很想說 是不是可以把它填起來呢 那在早期呢 填起來可能需要用脂肪來填補 但是現在最新的技術 我們可以用一些微整形的方式 像玻尿酸 或者是一些人工的材質 像有些深層的淚溝 甚至微精子也可以 但是玻尿酸還是最好的材料 早期的玻尿酸可能維持時間 大概是六個月左右 那早期玻尿酸是屬於顆粒型的 那現在慢慢的進一步之後 現在發展出所謂的凝膠式的玻尿酸 那尤其是在眼睛淚溝這個部分 因為這部分皮膚非常的薄 那所謂那個顆粒型呢 就是一顆一顆 所以說有些時候呢 它表面上不會這麼的平滑 所以如果在這邊 我們可以採用 凝膠式玻尿酸的話 第一 它表面非常的平順 第二點呢 因為它凝聚力強 所以它比較不容易位移 以前呢 以往呢 有些玻尿酸呢 它打下去之後 因為我們臉部有表情動作 它這可能會 過一段時間 它可能會跑到 稍微的位移到其他的位置 但如果你選用正確 像銀礁式玻尿酸的話 它在淚溝這個位置呢 就比較不會跑 而且它位置時間會比較長 現在根據我的經驗 在淚溝這個位置 甚至可以到達一年 然後有些人體質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那一種我想請問一下 就像這樣子填補的話 它是不是會變成一塊 就是它會變更大一塊 沒有錯 其實在填補的時候 需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其實人的臉是一個動態的結構 也就是說 不是說你現在沒有表情說 我把它填成平平的 可是一笑起來的時候 兩個就會鼓起來 這是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我們在做這個 微整形的時候 必須去充分了解到說 除了這個表面上看到凹凸 也必須充分的了解到 它內部的結構 底下是有什麼樣的構造 我們才知道說 怎麼樣來補 補在什麼樣的層面 深層或淺層 這樣才能夠確實的達到效果 又不會太突兀 你可以再給我一個建議 就除了眼周部分的問題之外 我的臉要怎麼樣做調整 才會變得更完美 事實上呢 我剛剛看到其實 你的臉型非常的好看 眼睛也很大 那唯一我看到 是說是鼻子的部分 你鼻子其實蠻挺的 鼻背的部分 可是三根地方比較低 所以三根就是 我們兩個鼻子在眼睛中間這個位置 那這邊呢 因為你有低一點點 所以相對鼻子好像會有個鼻結 所以我們只要在這個三根地方 也施打一些玻尿酸 同樣是玻尿酸就可以了 它也可以把你的鼻子墊起來 這樣看你的鼻子整個線條會更順 也會更挺一點 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太突兀 哇 在朱醫師的深層諮詢之後呢 真的迫不及待耶 那我是不是可以請朱醫生 可以馬上幫我進行這樣的課程呢 好啊 沒有問題 你馬上就會變得很美了 哇 我真的很迫不及待 我們一起走吧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齁 它這邊是還沒有做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明顯看到 這邊有個凹陷的淚溝 所以有個陰影看起來有黑眼圈的感覺 這邊是我們剛剛施打這個銀教師波濾酸 你看一打完馬上這個 凹陷就被填補起來 所以這樣看就已經沒有陰影了 那它再過兩天事實上效果會更好 因為玻尿酸會吸水會更飽滿 那現在這樣打完之後 雖然還有一點點 但是這個大概一兩天之後 它整個就會平 好你看笑起來會很自然 來笑一下 對 放鬆 最主要是這邊這個凹陷的淚溝就不見了 相對眼袋也看不出來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很有精神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山上看到 它鼻子是很挺 但三根地方稍微凹陷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用點這個 凝膠式波濾酸 把凹陷的地方填平起來 這樣就可以產生一個 就不會有這樣子 它是有一個脫風的感覺 好我們現在已經打完那個 鍋尿酸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三根板是一個凹陷 現在很明顯就平了 當然是紅紅一點 小點是我們的小針口 可是你看幾乎是沒有什麼 淤血的 那它現在這邊就不會 感覺它原來凸起的 駝風就沒那麼凸了 對 那它現在當然 剛打下去還是有點重 所以大概過三天到一個禮拜 之後會更自然 好你看看 現在這個淚溝剛打部分 已經變得很漂亮了 有沒有 當然還是有些微的針孔 但這個針孔幾個小時 就完全癒合了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 打完 你現在晚上去參加Party 也沒有人會知道 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有時候 最怕的打這個 就是打瘀青 但是像我們在下陣的時候 都很仔細的 看到它血管的位置 避開它 所以就不會有任何的瘀青 好 在珊珊剛剛體驗完課程之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呢 珊珊的淚溝 還有我的三根 有沒有 沒有 我現在根本就是韓國女星了吧 是不是 好的 非常非常的開心 而且我剛在照鏡子的時候呢 根本就覺得有Photoshop 剛剛把我的眼周的淚溝給修完了 但是呢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的時候呢 都有看到 就是網路上我們珠醫生的專長呢 是 臉部整形對不對 那我剛才做的是微整形 那珠珊是不是可以跟我們的 完美女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微整形還有臉部整形 有什麼樣的差異性呢 有關微整形跟顏面整形的差別 其實在早期我們這個整形 手術都是指那種開 像開雙眼皮啦 農鼻啦 拉皮 這是屬於手術類的 那當然這個東西 的確是可以改變 但是後來因為科技的進步呢 就發展出一些微整形的技術 所以微整形是不需要動刀 它只需要用 比如說針啊 甚至一些儀器就可以改變成外觀 那事實上 這兩種並沒有一定的好壞 可是還是有所不同啦 那像我本身的背景呢 我是 顏面整形外科醫師 好像是在美國的加州大學 我去跟校做這個專業的訓練 所以說呢 像我們做顏面整形外科醫師 對於臉部的構造呢 更了解 因為 我們很多時候呢 是需要做手術的 那手術可以知道說 是讓皮膚底下啊 有些肌肉 跟骨骼 這些東西 當上深入了解之後呢 那我們來做微整形 跟得心應手 因為 微整形呢 雖然說我們不用把它打開 可是事實上 在我們做 比如說像玻璃酸的助身 肉毒感菌的時候 我們必須考慮到裡面的 結構學的 可以構造 一些肌肉的走向啦 或者一些 很多 有些地方需要 一些重要的神經 因為血管 我們需要避開 這是都很重要 那提供上回到 微整形的部分 因為現在很多人 都很害怕說 雖然很想要變美 像看到韓國明明這麼漂亮 當然手術是很多 很好的方法 可是 有些人可能需要 像你可能需要上班 像剛剛你看 做完馬上就要訪問 他怎麼辦呢 他就可以用微整形 來做這個東西 但是我必須強調說 如果說他有一個 外科醫生的背景 來做微整形的話 我覺得他會做得更好 因為他更了解你們的構造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也想知道 就我們這樣子 課程結束之後 那我們術後的保養呢 還是需要注意 一些什麼地方 其實像你剛剛注射的是 玻尿酸嗎 那事實上微整形有很多啦 包括玻尿酸 肉毒感激素 甚至是光鳥雷射 電波拉底等等 那我們先用你這個 微整的玻尿酸來講的話 其實打完了回去 因為剛開始會有針孔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並不建議你去 搓揉或是按摩打進去的部位 因為剛剛你看我打的時候 需要塑形 所以你這一個禮拜 盡量不要碰到他 那等到一個禮拜之後呢 他我們打進去的玻尿酸 跟周圍的組織構造融合之後 那個時候呢 也並不是說 那個時候就可以用你的搓揉 那時候如果不小心碰到的話 就比較不會產生胃移的狀況 那另外玻尿酸 有個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他怕熱 所以說可能就要減少 這個去泡溫泉啦 或者是蒸汽烤箱之類的使用時間 但也並不是說洗澡都不行啦 他沒有這麼脆弱 只是說 有些盡量減少這個時間 這樣才能夠延長 他在你這個身體裡面的時間會比較長 那我們看到網友最熱烈討論的 就是朱醫生開眼頭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朱醫生 跟我們介紹一下 開眼頭的這項課程呢 那我相信大家其實都常常會看電視 看到韓國明星啊 他們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那其實大家有去過韓國人 這是韓國的事實上 北方人眼睛大部分都很小 那所以說當然雙眼皮很重要 其實在台灣也是一樣 整形第一名就是雙眼皮 除了雙眼皮之外 很重要就是我們的眼頭 那像我們東方人呢 包括你我都一樣 幾乎都有眼 所以眼頭就是一個蒙古者 他遮住了前面的部分 讓你眼睛呢 雙眼皮看起來是比較內霜 那所以說如果可以把這個蒙古者 打開的話 事實上眼就變得很明亮 像你看外國人 基本上他們都是外霜 因為他沒有蒙古者 但是如果傳統的開眼頭手術呢 他雖然可以把蒙古者打開部分 可是最重要他會留下很明顯的疤痕 那當年我在韓國的授訊 在韓國三星學中心的整形外科授訊的時候呢 那時候他們剛好在韓國呢 開發這種新的技術開眼頭 他既可以把眼頭完全的打開 好不像傳統的眼頭手術 他不但沒有 他又沒有辦法完全打開 又會有疤痕 你懂的是效果不好 可是負重性很大 新的方法就解決這個問題 他效果不但好 因為他手術完全是革命性的方法 所以他不但可以把眼頭全部打開 而且也不會留下疤痕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韓國就很盛行 那以前因為在台灣 因為就是因為開眼頭 有疤痕 不但病人一定不開心 醫生也覺得很麻煩 所以很少人去開 但是因為這樣 所以沒辦法完整的 去處理眼睛的問題 那我們用這個 無疤痕開眼頭之後呢 實際上每個台灣的人 也可以像韓國明星一樣 這種裡面有的大眼睛 那朱醫生其實我們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在診所裡面呢 也有就是我們在卸妝的地方啊 還有我們在進行課程的地方 還有我們之後 課程之後都有休息的地方 那我們覺得這個地方 規劃的非常的棒 醫生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初在規劃這樣的空間的時候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理念還是概念呢 那其實當然我本身不是設計師啊 那我是用醫生的角度 跟一些病人的回饋去調整我這個 那我的診所基本上是分成兩層嘛 那二樓的部分呢 主要是大盡接待的部分 然後跟一些基本的諮詢 跟簡單的治療還有光療部分 那三樓部分是屬於比較VIP的設計 事實上是從外國帶回來 你看在台灣看診 我們都是 醫生做一個診間裡面 病人一直來 對不對 那事實上在國外是完全相反的 他們的顧客或病患 都是在一個房間 一個房間裡面的醫生去走 所以我是把這種概念帶回台灣 就希望說 他們病人來 可以到一個獨立私密的空間 讓我們進去幫他服務 那當然是整體來講 另外還有就是 讓他們覺得很舒服的 色調跟環境啊 另外還有 我們有設計很多安排一些置物的空間 讓他們不會 因為我們做治療的時候 病人會跑來跑去 所以他並不是固定在一個房間裡面 那當然 大包小包另外進去其實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 用人性化的角度去 規劃安排這樣的空間設計 所以讓他們有置物空間 然後有私密的 每個人都有個別的個別的這個 這樣的空間 讓他們不會彼此 進來就是看到 剛三禮食之類這樣比較好 就讓他們有冰之如歸的感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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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